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仙迪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發表報告 歷數食環署對公廁管理不力 包括巡查不達標,承辦商沒有網管 翻身效率慢,以及衛生欠佳 報告說,有一項更換工程 承辦商足足而誤載125日 結果被罰54元那麼大把 龍江道有公廁維修天花工程 而56日只需賠償2元 嘩,這麼有了學性啊 賠2元的面額小到呢 不知道的,還以為在玩交換郵票 那罰54元又是什麼概念呢? 提提大家,公共圖書館成人圖書資料遲了還 每天都罰個半啦 現在承辦商是不是成人身份證都未拿呢? 好啊不好聽 香港公務員出名人工高 納稅人出糧給那班公務員 去處理因這筆罰款而起的相關Paperwork 當中牽涉的人工支出 哪指54元呀? 港官罰則勾行都然無力 一味嗜做 假讀虛認 香港的公廁問題 有什麼辦法不抽出國際呀? 誰人都知道 2018年,林鄭回應有調查說 近百成旅客 形容香港公廁衛生不能接受 阿姐她說 同意公廁影響遊客觀感 強調政府有決心改善公廁設施和衛生環境 還說已經與前線清潔人員和保安員見面 請他們提出改善方法 2019至20年度財政預算案 還宣布增撥超過6億更新公廁提升服務 諷刺的是,實際上這幾年來 真是改善了的是什麼呢? 是港官的薪酬呀 但公廁衛生依然令人搖頭 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指 每年只有約48間公廁納入翻新名單 即每間公廁平均約17年至獲翻新一次 港官可能覺得 就算公廁每日超過3000人次使用 使用頻率超高 損耗折舊情況必然驚人 但平均約17年就可以獲翻新一次 都不用等18年後只是一條好看 嘻!多麼強靜黎恥? 其實只要看多區公廁 衛生環境始終惡劣 負責管理公廁的食環處 對上兩個年度都錄得超過2000宗投訴 去年頭9個月 總共接獲1777宗有關公廁的投訴 三年來投訴未見減低 你說納稅人是不是冤過鬥鵝冤? 雖然說市民用公廁供得深麻麻 但食環處蛇王偷懶也是出了名 本部都報導過N那麼多次 這個廢衙門不只是審計署 申訴專員的常客 還要你又你鬧 他又他繼續懶 前線開工堆啤 打邊爐固然離了大譜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就開會釣魚找周公 說納不良榜樣 上上下下已經處於一個齊心蛇王 採你都傻 吃到滑曬的境界 其實林鄭、陳肇始 和食環處處長劉利群 搞衛生不用浪費那麼多口水的 真是想改善公廁質素 可以效法早前北京市那位 親自下場做一日外賣送餐員 體驗勞動人民生活的人社局 勞動關係副處長黃林 三位娜姐日月齊齊化身 廁所遮遮 落去到港九新界公廁坐鎮 進行一日貼地生活體驗 港官說的 民生無小事 三位娜姐親自殺落公廁辦大事 自然被指望下面那群懶鬼想辦法 來得立竿見影得多 林鄭、陳肇始等 貓在公廁喉教 一定可以想出大堆公廁改善方案 若然公廁情況一百二十五日後 仍然沒有改善 不用罰五十四元 免得殺人手 三位娜姐只需要再落公廁追加體驗 直至公廁水平 是審計不談 申訴專員還贊為止 只要港官肯生性了 不止審計處申訴專員會這樣因為 到時納稅人都一定會感動到痛哭流體 不過灑氣了 就算有再多的改善藍途 可行建議 甚至內地有官員做示範 港產官僚不一樣繼續顧著 好似中陰生等投胎的生活 暈暈惡惡 等到舊鐘就起身走人 由抗疫、滅暑 再到公廁衛生 由房屋、基建再到教育福利 一律系管理不力、不達標、沒有枉管、效率慢 林鄭等港官很應該去公廁思考人生 詩問一次之筆字 何以天下國家為?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甚麼看法? 是like、搞錯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